今天分享用松饼粉简单的做发糕 蓬松Q软的口感 加上黑糖红豆的香气 不是过年也可以拿来当早餐吃哦 材料也很简单 份量大约可做 杯蛋糕4-5个 使用的容器是杯蛋糕用的细胶杯 里程要不要铺纸都可以哦 一容器的大小大概准备4-5个 再把黑糖用温水融化 再将没有融化的黑糖锅塞出来 把一大匙油加进来搅拌均匀 准备烧开热水 要用大火蒸15分钟 所以水量一定要煮哦 再来先加入糯米粉搅拌均匀 但是松饼粉还不要加进来 因为市售的松饼粉都有加泡打粉 在黑糖水还是温热的状态下 如果把松饼粉加进来 马上就会发挥效用 上锅蒸的时候效用过了就不会发了哦 所以只要先加糯米粉 搅拌均匀后先休息一下 等热水滚了 黑糖水稍微凉了 要蒸之前再来搅拌松饼粉就好哦 几分钟后黑糖水降温了 再将松饼粉加进来 松饼粉必须事先过筛过 不然容易结颗粒哦 搅拌均匀后 加入已经蒸好的红豆 红豆颗粒是没有含水分的哦 买来的红豆不用泡水 用快锅20分钟就可以完成哦 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参考哦 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模型中 每个模型都倒入十分满 这样才会开花哦 还有加入的红豆量如果太多 就不会开花 给大家做个比较 右边就是红豆量加太多 开的花就没有左边来的好 所以红豆的量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或者不加也可以哦 再把放满面糊的杯子放入蒸笼 用大火蒸15分钟 关火前先打开盖子再关火 才不会因为温差而塌扁哦 看每个都开花得很漂亮 之前太贪心红豆放太多就没有开花 红豆放多的虽然没有开花 但也一样蓬松Q软好吃哦 看这个杯子大就发得好漂亮啊 然后上升 黑花 砣嘴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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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